暗瘡主要因應病因 我們分開幾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粉磁型的暗瘡 這些粉磁型暗瘡主要是分泌比較旺性 從而容易形成粒粒 第二類就是比較含濃性 含濃性的我們稱為濃粒 你看到有粒很細的 像米一樣的濃粒 這些是比較淺層的發炎 如果已經有粉磁型成 代表一個訊號 就是我們的清潔可能做得不夠 我們如果是預防暗瘡的清潔方法 首要是我們每天都要定時洗臉 如果你是女士 如果你有化妝 甚至乎你塗一些防曬 如果你塗一些質感比較厚一些 例如BB霜等 你真的要卸妝卸得很淺 如果處理所謂的暗粒 處理一個粉磁型的狀態 很多時候這些暗瘡可以透過一些外用的 一些產品 其實已經可以令到它改善 最常見的就是我們在清潔上注意 或者我們可以加入一些暗瘡護理性的產品 令到這些暗瘡快點凋謝 如果是一個所謂的有些濃粒 這些很多時候代表著暗瘡的發炎 或者發展已經去到一個比較刺激的地步 治療這些原則來說 我們是要切掉源頭 令到那個暗瘡的分泌 不會再產生很大量的油脂 或者產生比較稠的油脂 在這些濃粒的形成 其實代表著那個暗瘡發展周期 是有一定的持久性 即是說它要發展一輪 它才會產生一些所謂的濃粒 很多時候我們除了一些日常的清潔 或者護理之外 我們也要注意我們平時的飲食 我們的飲食很多時候 譬如太甜的東西 或者會很快取 令到你的血糖會升高 例如煎炸 或者一些比較油膩的食品 這些其實都會令到你的皮脂腺 是處於一個比較前軸的發炎狀態 雖然西醫也會講一些注意的食品 但我們就不會完全說你要戒 或者我們應該說 你吃少一點 不要偏食太甜的東西 以及如果你真的要喜歡吃甜的東西 可能你要吃的頻率沒那麼多 以及你吃的份量沒那麼多 以及你慢慢吃 這對你的暗瘡會有幫助 當然如果你是另外一些助長的因素 例如飲酒或情辣 或者你喜歡吃很熱的食物 這些其實都會對那個暗瘡會有刺激 而另外一些有機會令到我們那個暗瘡 又會出現一個惡化的 就是這些叫做奶類的食品 譬如你喝很多的牛奶 或者你吃一些芝士 或者是乳酪這些東西 都可能會令到你的暗瘡出現惡化 但這些真的要你真的好偏食 以及吃的份量很高 才會產生這個問題 清瘡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最主要就是我們在不傷害皮膚表皮組織的情況下 而將那個淤塞 或者是一些稠的物質 或者是一些粉刺 清走 令到皮脂線是處於一個比較暢通的狀態 在清瘡我們都其實不鼓勵說會見到血 因為見到血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傷口 亦都需要有一個復免的時間